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XXY 给你看电影 让你看电影 给我跟我是XXY 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电影呢?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TIDF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哇 你竟然把全民念出来 好棒喔 终于 终于对了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又邀请 又 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特别来宾 钟 嗨 XXY好 大家好 我是钟 我又来了 对 为什么我说又来是因为我们两年前我们也是录了同一个节目 然后也是来介绍TIDF 没错 可是两年后你就是有长进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你一个极小的住家空间 极小的住屋空间 我还问你要说什么 你这两年间那个体重有长进 有 我有啊 我也有啊 我刚讲就是不要讲到这个话题好不好 很可怕欸 你以为我们现在是年轻人是不是 不要讲这个 总之钟同志也是打开影展正确方式的主持人嘛 对 但是有谁在听这个podcast 有啦 还是有啦 但我看到他们那个最新的更新结束是去年12月31号 对啊 你一定要这样子把我底细查得那么清楚吗 没有啊 我觉得到一搞TIDF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打开影展正确方式算是我们自己觉得好玩 OK 自己录的 是是是 正直的事情都做不完了 OK OK 对 所以我们已经停根很久了 但TIDF是两年一次嘛 对 没错 我们是双年展 双年展 台湾国 必须要讲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对 简称TIDF 等一下我们就直接讲TIDF 对 要不然就是逼死我们两个 对 好 TIDF两年一次 然后今年它又来了 那我还蛮好奇那你这两年都在干嘛 就是除了我刚刚讲体重增长的部分之外 因为TIDF是两年才有一届主影展嘛 是是是 那因为我们其实每次主影展的时候 都要放到13040部片 OK 所以其实我们相较于其他影展 我们是花蛮多时间在做天调 还有比如说实际的踏查 OK 就是比较做比较多研究啦 所以的确时间就是比较长 但是也不可能全新投入两年嘛 OK 所以我们在没有主影展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办全台湾的巡回影展 那巡回是巡回什么 是巡回主影展 得奖作品 对 巡回主影展的得奖片 主要是说这个影展它有竞赛片 然后同时也有非竞赛片嘛 没错 对 就是所谓的观摩片 那竞赛片的话就是 有竞赛的结果 对 然后有得奖的片就会开始巡回 对 那我们除了得奖片之外 也会私心偷渡一些 我们觉得很好看的观摩作品 像我自己就去了嘉义啊 屏东啊 台中啊 对 然后我们也有去花莲 等于是做推广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县市的朋友 都那么方便来台北看电影嘛 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电影 带到大家附近的电影院去 OK 好 总之就是这一次的TIDF 是已经来到了第十四届 对 那预计要在五月十号到五月十九号 在华山 在金站 在国影中心嘛 对 国影中心 现在叫做影视听中心 这个名字我真的每次都 国家影视听中心 大影阁跟小影阁 这几个方便的地点 然后来做播放 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标题 应该就知道说TIDF 就是纪录片 纪录片等于无聊 我已经能够预想到 我们这一个影片的浏览量 应该会非常非常低 我告诉你TIDF最大的任务机 就是要打破这个纪录片 就是无聊的刻板印象 对对 总之纪录片 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很无聊 但是你详细去看 不管是哪一次的纪录片影展 我自己是觉得议题性啊 或是取材啦 选材啦 甚至是这些电影本身 它的呈现方式 其实都非常非常特别 它打破了我们过去 对于纪录片的印象啊 对 因为我在这翻了一下片单嘛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有几部 我自己个人会觉得 那个议题也是 我自己很有兴趣的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频道 叫做搞什么历史 那想要就是跟历史有相关嘛 纪录片就是跟历史最相关 对 因为你知道 就是你只要有纪录 它就成为历史了这样 而且甚至是有些历史 然后也很适合拍成纪录片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哇 这样 我们是要怎么介绍啊 我觉得我们就用一个方式好了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预算有限 对 我们时间也有限 大家可能就是还要上班啊 那下班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 可能选择的数量 可能就比较 有限 对 那我们就举三部好不好 你觉得就在众多片海当中 是 我们总共放134部片 还不包括非正式的放映 因为我们有一些放映是影像 加有一些讲述 或者是现场表演 这些都不算哦 然后就放了134部片 对 那你说134部 对 134 134部分之三 我们要怎么去选这三部呢 精选中的精选 对 精选中的精选 那首先因为这一个频道 是跟历史很有关系嘛 所以我一定要先手推 我们这次的焦点影人 那我们这次其实是第一次选了两个焦点影人 并列作为我们要介绍的对象 这两个影人是来自于斯洛伐克 OK 对 那对斯洛伐克 你可以有任何的认识 因为我有朋友他就在斯洛伐克 真的假的 对 岂不是就一定要来看这个节目吗 对 我觉得很好玩是说 我这个朋友他是去走斯路 他去走斯路 他先从新疆哪里 然后就是开始走斯路 然后走走走到最后到了斯洛伐克 他觉得好棒哦 所以他就定居了这样子 真的假的 对 然后但是当我们问他说 你那斯洛伐克有什么好玩的 因为他住斯洛伐克的首都 对 然后他就说其实还好 我们都我们都还蛮常就是跨到 我们的隔壁的那个邻国 然后维也纳很好玩 他就说他在维也纳的旁边 就是斯洛伐克 但是他在斯洛伐克的境内这样 哦 对 那你 这个单元岂不是跟你渊源很深吗 对 所以当你讲到斯洛伐克 我就马上想到这个人 对 我跟你讲 我现在你跟我讲这个人 我立刻想到 我们这一次有部短片叫他乡之灵 OK 可是我这个没有要放在那个三部扩大里 我只是上跑一提哦 这个他乡之灵的主角 就是一个选择定居斯洛伐克的美国人 然后这个导演 我们这次的焦点影人之一 维拉 他就去跟拍这个人 然后去了解他为什么要选择移居到斯洛伐克 哦 因为美国相形之下 大家应该是觉得比较长大的国家吧 是是是对那这一个美国男子 他到底是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嗯 那在这个片子里面有非常有趣的探讨 了解 对所以这你的朋友就是 对啊 可以拍成他乡之灵的 这个被设者这样 蛮有趣的 对但这个单元除了这个维拉之外 还有另外一名男导演 嗯 叫做彼得克雷克斯 嗯 那他的每一部片都跟历史超有关系 哦 怎么说 因为其实斯洛伐克 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 他前身其实是杰克斯洛伐克 对对对 他是一个连在一起 是是 算是联邦吧 嗯 他其实一直到1993年才独立 是 所以他是一个超级年轻的国家 对对 对 那这个彼得呢 他就是对于欧洲 尤其是中欧这边很多战争跟历史很有兴趣 是 所以他就在他的电影之中 做了这样子很多历史跟战争的讨论 嗯 像其中有一部片叫做66个季节 OK 他拍摄的对象其实很有趣哦 是他那一个小村庄 嗯 有一个游泳池 因为其实中欧不靠海 所以其实所有的人 他们都几乎市居在一个不靠海内陆 OK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海 OK 所以这个导演的阿嬷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没有机会到海边的话 你就得满足于这个游泳池 哦 所以他就觉得这就很有趣 他就开始选择去游泳池旁边 去拍摄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也很多是老人嘛 嗯 他们其实人生有很多跟战争有关的 跟历史有关的记忆 是是是 所以他就去随机的采访他们 甚至是直接现场就从那些游客之中 挑选扮演年轻时候他们的演员 哦 所以你就在这个片子中一直看到 在泳池边除了访问之外 比如说有一个阿嬷 嗯 他的丈夫其实是去打仗的时候 他们才新婚两个多月哦 嗯 他丈夫去打仗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OK 那他要讲说他这个故事 这个导演选择方式并不是就是单纯的 请阿嬷就是分享 是 对 他就是听了很多阿嬷跟他先生之间的故事之后 嗯 他就直接跟他说 那你现场看 嗯 这个泳池旁边 你选一个最像年轻的时候 你先生的 哦 我们现在就来演一段 你们当初在这个泳池相遇的故事 OK 所以这一个段落就被记录下来 嗯 那这其实中间就非常幽默 然后很像是一场游戏一般 记录了很多很有趣的 但是却是最真实的 活在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 嗯 整部片就是一样子一个轻松的调性 但是你却看到了 这个66个季节 就是代表这个泳池经过的66个年头 在这66年之中 斯洛伐克 尤其是这样子一个斯洛伐克的小镇 嗯 受到战争受到历史多大的影响 哇很酷耶 很酷啊 而且其实很好看 但是场景都只有在那个游泳池那边 几乎都只有在游泳池 哎很特别 很赞 而且除了刚刚那个选那个演员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选演员的事情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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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这个导演他都很乐于直接加入 就是跑到镜头前面 然后加入这种重演或是共演 嗯 的过程 嗯 所以其实整部片就是非常的轻松 然后就是你也看到就是一个 戏剧扮演的过程 可是在这过程之中 你却不知不觉知道很多中东欧的历史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常常在讲历史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流于形势啊 对啊 就会变成是说啊 几年几月几日啊 发生什么事情 对 你看我刚刚立刻又讲什么 1993年度 对啊 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大前提啊 但是你要先知道这个 你知道历史的脉络之后 你再去了解人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会是更有趣的地方 哇 叉叉歪你好会讲啊 不应该要这样子吗 对啊 没错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比较想要听到的是 当时的人到底经历了哪些事 对 然后他们做哪些事情 然后他们在那个时代底下 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跟观点 对 然后对应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 而不是我们在那边死背说 哦 杰克跟斯洛伐克分裂成两个国家 然后变成杰克跟斯洛伐克 对 当你真的听到阿嬷跟你重述那个 他的人物故事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就才会有更切身的感受 对于历史的一个心得吧 了解 好 所以以上这个是134分之一啊 那还有134分之二 那你还会推荐哪两部呢 对 那另外一部片我想要推荐的是 我们焦点单元 嗯 今年我们做的是缅甸电影 缅甸 我相信大家对缅甸电影 很酷耶 可说是一无所知吧 不是 应该说 应该说很多人知道缅甸 但是他们甚至连缅甸在哪里啦 或是缅甸的政府啦 对 可能之前知道说龙山书记啦 或是什么 对 但是缅甸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对 我们都非常陌生这样 像是刚刚斯洛伐克讲的历史 其实是比较久远以前的历史 嗯 但我觉得缅甸这个单元 感觉很像是此刻就在创造历史 OK 而我们在现在这个历史的风头浪间 希望可以透过选印缅甸电影 让大家更知道缅甸现在在发生什么事 但为什么会特别选缅甸 其实首先我们对缅甸的关注 不免还是来自于2021年的 那个军事政变 哦 你说有一个舞蹈老师 然后在自拍 那一段你有看到 后面就有装甲车直接开到政府里面去 对 其实我们这次有一部片缅甸日记 里面就是从那样的一个 舞蹈老师的画面开始 这么酷 展演出整部片 OKOK 对 那其实缅甸他就是因为这个政变的关系 所以现在他们的社会状况就是非常的动荡 OK 对 可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单元 还是可以提醒大家 其实缅甸不只是一个政治面向的结果 对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还是呈现 在这样子看起来非常动荡的国家 其实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纪录片创作者 针对不同的议题 不管是性别的也好 或者是可能跟宗教有关也好 去做他们的观察跟分享 所以我们才想说也许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 可以把缅甸目前的影视从业状况介绍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所以这个主题主要是缅甸当地的这些创作者 没错 所有的 他们拍的作品 对 全部都是来自于缅甸电影工作者的 OKOK 对 所以并不是关于缅甸的电影 我以为是关于缅甸电影 对 当然他也是关于缅甸的电影 但是所有的作者都是来自于缅甸本地 了解了解 那你会挑哪一部呢 那刚刚提到缅甸日记 可以不算是在这 OK 好啦 每次都这样子的话 OK啦 对 那我想要推荐一部叫做十年缅甸的新片 OK 对 其实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一部纪录片 那它是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十年台湾 十年香港 对 它其实就是邀请了五个剧组五个导演 是 针对缅甸的未来 去想象一个近未来的情境 是是是 然后它其实比较类似剧情短片 OK 对 但是我们这次会把它选进来原因是 这一些创作者其实同时也有在拍纪录片 因为其实在缅甸啊 它可能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因为资源比较少嘛 所以他们这些创作者 其实没有分得那么清楚说 你就是拍纪录片挂的 我就是拍剧情片挂的 大家都拍片 大家都拍片 OK 而且他们彼此都互相支援来支援去 所以这次十年缅甸的创作者 他其实也有其他的纪录片 是有被选在这个单元的 哦 对 但是你可以透过十年缅甸 很像是一个极大层之作 虽然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纪录片作品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们面对现在的缅甸现况 他们可能有一些怎么样的奇想 去反映到现在的政局 或者现在的社会情形 哦 我觉得你这个策略很棒啊 怎么样 就是先让大家有点像入门啊 对不对 就是先去认识这些缅甸的创作者 他们大概拍了哪些东西 然后他们对于缅甸的未来 缅甸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想象之后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再去深入看他的作品 没错 我完全被你猜到 我的策略是什么了 不错不错不错 可以啦 可以哦 好 谢谢谢谢 对 但是因为十年缅甸就等于是五个故事嘛 是 而且里面其实有的很科幻 有的就是纯粹喜剧 比如说像里面有一部片 他其实就是在反映 有点像讽刺缅甸的电影审查制度 OK 他就在讲说缅甸有一段期间 是不能够有亲吻的画面 哦 对 然后这部短片 他就在拍一个剧组 他要拍一个爱情故事 可是他要怎么把这个 尾系给拿掉 蛮有趣的 就很有趣 所以他跟你想象中缅甸是不是都是一些 好像很 很疏杀 对 其实完全不一样 可是他还是反映到缅甸 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 等于是说他用轻松的口吻 然后去反映缅甸当地的一些现实 对 又很好笑这样 了解了解 对 所以就推荐大家十年缅甸这部作品 而且这一些创作者 他们都会来到台湾 OK 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网站或是手册 他场子表上面有一个星星的 就代表会有迎人出席 那其实你就可以现场跟他们交流 了解了解 对 我觉得是很划算了 那所以十年缅甸是五位都会来 哦 十年缅甸这次是三位会来 对 OK 所以虽然说没有到期 但是讲到这个没有来的那两位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访谈 然后我们其实这次有为了缅甸单元 出了一本单元别册 就是专门的刊物 了解 那你只要凭这个单元的两张 电子票或实体票券 你就可以到光点华山去兑换 所以你可以从那里面阅读到 没有来的那两位 他们是怎么看待 现在的缅甸派片状况 很酷耶 对啊 很酷很酷 很累耶 还要编手册 我说很酷 然后你说很累 这个 又酷又累 OK 而且很限量哦 那个手册 了解 好那以上这个推荐的两部 那最后一部你会推荐什么呢 我现在最后只剩下一个扩大 所以我就是天人交战这样 但是有一部很特别的 很颠覆大家对于纪录片想象的作品 我还是很想推荐给大家 是无入为我们这次国际竞赛的登入无尽岛 这个作品他从头到尾没有用到任何一个实拍的画面 那怎么叫纪录片 对他其实就是三个导演 他们其实就是三个爱玩游戏的玩家 爱玩线上游戏的人 他们就去登入了一个线上游戏 然后在这个游戏平台之中告诉大家 我们是纪录片创作者 我们要在这里面拍纪录片 OK 然后所有的访谈或是所有的行动 他们都是直接在这个平台里面进行 所以我们到时候看电影 他会看到的是游戏的画面 游戏全部都是游戏的画面 导演他用三个角色 然后去跟网友去对谈 没错 好酷喔 而且 很酷很酷 我觉得那个画面好美喔 我不知道现在原来游戏可以做的 那么 OK 因为我看到这边的简介是说 他们的游戏引擎很强啦 然后画面很强 所以那些角色都栩栩如生这样 所以我刚刚在翻那个走册的时候 我在想说 那应该会有什么游戏画面之类的吧 对不对 结果没有 他看起来很像剧照 但是 他其实是游戏画面 很酷很酷 因为一般我们纪录片常常都会讲说 去做田野嘛 对 所谓田野就是你可能实际的到 你要拍摄的那个小镇啊 或者是现场啊 对 但这部片的田野就是这个线上游戏 很酷耶 对 而且因为透过线上游戏 你可以看到很多摄影机 可能没办法拍摄到的角度 是 我觉得以纯粹画面的观赏而言 也是一个试听的饗宴这样 但我蛮好奇是说 他登录到这个游戏中 然后他跟这些人访谈 他问的问题都是说 比如说他的生活吗 还是他是 就是真的包罗万象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越来越虚实不分吧 比如说像是Google出的一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东西 可以戴在头上 你说像Apple那种 什么Apple Visions 对对对 其实这感觉是一个未来的方向吧 是 就是你所谓的 reality这个事情 什么像一级玩家那样 没错 其实那个世界搞不好 其实就近在眼前 是 所以这三位导演 我觉得这个策略 其实也非常的当代的一个表现手法 然后他们讨论到的议题 其实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个面向 就是这个虚拟跟实际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很酷 因为他打破了过去我们对纪录片 你一定要实景 或是你一定要人物访谈的那种格式 没错 所以他也保有这样的格式 可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手法 然后去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种经验应该蛮特别 因为我看到那个放映场是在金站 对 金站电影院里面 然后看到游戏画面 对啊 你就看到大家一起看 你就看到里面的线上人物 一起看夜景 我觉得莫名的就很感人 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 我觉得纪录片还是在于 就是你记录观点跟纪录人物 对 那纪录线上游戏 对他也是人物啊 他的确是 只是说他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已 对 但他背后其实还是人物真实的心声 是是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对 好啦 这三个扣打聊完了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给你一个bonus 太为难了 因为当中有一个主题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个人会很好奇 跟很有兴趣的 就是所谓的台湾切角 无题之卷 因为他其实里面就是有讲到很多那种 可能家用影音以前 对 在拍摄的时候 还是用胶卷的时代 或是录影带 或是什么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格式 在记录你的生活的时候 这个何尝不是最早的youtuber 其实就是 对 没想到我们策展性情 竟然被你感应到了 感觉非常开心 你们可以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题 好 那在真的介绍这个主题之前 我想要先说一下台湾切片这个单元 因为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常设单元 是 那我们会想要做这个单元的初衷 其实是我们想要挑战台湾纪录片历史书写的方法 OK 对 因为如果我们讲到台湾电影史 我相信大部分的所谓主流的史观 他应该一定都是从有上映的上映片 有明星的这些商业电影去切入吧 然后再讲到什么新潮流啦 对对对对对 什么杨德昌 然后侯孝贤这样子 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电影史的角度 是 可是像所谓的影像活动 他完全不仅限于这些商业电影吧 对 其实有很多的家用电影 也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正在发生 是 对 只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很习惯的吧 比如说用35毫米拍的片子 有在院线放的片子 才能够放到历史上去论述 但我们希望在这里提出一个挑战 因为其实早在1920年1930年 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日本的一部分嘛 那个时候其实就有透过日本 有一些摄影机 家用摄影机 或是家用放映机 就已经传入台湾 OK 那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有没有看过《间谍之期》 哦有 你有看过 我有看过 那个 黑泽青 长景游 对 他记得长景游 长景游 跟高桥一生 对对对 高桥一生 那你记得高桥一生 他是一个商行的老板 对 然后他去东北嘛 满洲 对 你记不记得他有在他家有一台摄影机 然后他会拍片嘛 对 其实那些东西在台湾的一段时期 也是存在的 了解 也有一些台版高桥一生 也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OK OK 其实这些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单元之中 所谓的业余者 哦 因为他其实本身是一个商行的老板吧 是是是 对 但是他是不是还是在拍片 嗯 当然那个时候是你可能经济阶级 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些个人 他可以在台湾的 比如说一些照相馆之类的 购买到这样的器材 是 那他会记录他的生活 嗯 那我们在研究调查之后 就发现 哎 其实虽然台湾这样子的工作的人量并没有很多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影像留存下来 嗯 而且因为我们是影视厅中心主办的影展嘛 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片库是有收集一些这样子所谓有业余者拍摄的影像 嗯 那在这一个主题上面其实除了业余电影之外 我们还有提到小规格 嗯 其实只要35毫米以下胶卷都叫做小规格 是 所以我们这次放映的有很多比如说要是9.5毫米或是8毫米 但当然大部分我们都是经过数位化 然后放映给观众朋友 嗯 那我们其实有些场次现场会直接放映胶卷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现在基本上你去电影院看都是数位化的 对啊 其实我们这次其他单元也还是有一些用胶卷放的 是是是 可是你能够直接看到8毫米的放映 那个放映机就是直接在你面前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对 大家如果喜欢研究胶卷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我看到他甚至还有实体展是不是 没错 他有一个实体的展览 其实我们从4月24号就开展了 那展览的场地是在我们新装的影视厅中心 是是是 对 那这个展览特殊的地方在于 就插插歪手上有我们这个非常可爱 请艺术家绘制的 对啊 对 有趣的地方在于 其实我们现场的东西都是直接可以触碰 然后你是可以直接去玩的 可以拿起来玩吗 可以啊 所以真的有那种家用的胶卷的摄影机 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稍微就 至少你可以直接碰到他 知道当初的人是在碰什么东西 像里面有个展品很特殊 也是有我们这次因为展览 所以才挖出来的 你有听过卡夹式的放映机吗 卡夹式的放映机 他把胶卷做成一个卡夹 就像任天堂以前小时候那个卡夹 他就可以无限的loop一直放一直放 就不用在那边缠那个胶卷胶蛋 对对对对对 那这是在我这次做这个研究之前完全不知道的 OK 然后这次也会展览这个东西 就等于说现场你除了可以看这些胶卷拍摄的电影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这些胶卷放映的机器 对 或是拍摄的机器 没错 甚至我有看到说连剪辑机也有 对对对 因为其实他们会需要把这个胶卷切成不同段 才可以做剪接吗 因为剪接其实曾经不是你要滑鼠点一点就可以剪的 对对对 就是那种线性剪辑啊 没错 对以前剪片真的是剪片 他是真的剪片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很难想象 对 这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就是说如果你喜欢走幕后啦 想要看一些幕后的历史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我觉得技术史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 就是如果回应到这个频道的宗旨的话 对你可以从技术去看到很多有趣的过去 尤其是现代的年轻朋友 就会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你现在用手机直接剪映剪映剪对不对 真的 胶卷在剪辑那真的是一个技术啊 没错没错对 现在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严肃啊 是 但其实他一点都不严肃 就像是你刚刚提到用手机就可以拍就可以剪 对啊 其实当年这些人他们的工具就是这些 对就应该说形式或许有改变 然后技术或许有改变 可是他进入的东西何尝不是他的日常生活 没错其实精神是演技 精神都是一样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TIDF啊 主题啊 或是整个的影展的气氛啊 选材啊 选片的方向啊 什么的都还是很多元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再以为 就是这纪录片很严肃很无聊这样子 那当然啦 除了放映之外 还有像这种实体展览啊 甚至还有活动啊 那这些资讯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呢 是 除了我跟上上外手上的这个手册 你可以在各大议文端点都可以拿到 你可以加入我们TIDF的粉丝页 按个赞 就是Facebook上面有一则贴文 就是告诉你说实体的手册哪里可以拿 那我们的官网其实也有电子档的手册可以下载 OK 对 所以如果你懒得出去拿实体手册的话 其实你就直接上我们的官网 你就可以得到所有最详尽的资讯 OK 对 好 所以总之 大家可以去参考他们的网站 或是他们的粉丝团 其实就可以随时follow到他们最新资讯 对 我们所有社交媒体都有啊 现在这时代就是 很累 连true thread都有 你们连true都有啊 对啊 但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脆现在经营状况如何 OK 但有凑个热闹这样 反正大家都是follow一波就OK了 每次都这样 对 好 那我们这次真的还是很开心 就是再次的见到钟啦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就是这一届的TIDF 是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啦 或是听完我们这样的介绍 有什么样的意见 都欢迎在留言区里边留言 我们来跟你们做互动 那我们下一次跟你看电影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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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